全香港佔了三分一的垃圾 固体废物都是以厨余为主 所以今天我和天虹来一个地方 来参观一下如何处理厨余 其实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就是大埔的厨余 污泥供染养消化 这个都挺难读的 对了解其实这里每一天 现时已经处理20吨以上的厨余 其实希望随后再逐步加个数量 可以去到50吨 会沿途带大家多看流程 但这是一个其实挺好的试验计划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厨余接收的环节 厨余收集的车辆会先经过榜桥 记录了一些厨余的量 然后它就会傾射了一些厨余 去到处存坑 之后将厨余移到破碎机里面 再在一个高速的旋转之下 就会打碎了一些厨余 就会制成厨余漿 厨余漿会经过一个滚筒 西走大件的杂质 像是胶袋那样 之后就会倒入沙井 把沙、石头、玻璃和金属的杂质 也会移除 接着下来 处理了的厨余漿 就会注入去染氧的消化缸里面 在摄氏大概35度的染氧的环境之下 是储存大约23天的 就会利用微生物 将厨余转化为生物器 至于收集到的生物器 亦会进行生物脱流的淨化 经济症后的生物器 会复权在一个柱气缸 准备就可以用来发电 最后亦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透过燃烧生物器 产生电力 现在每天厨余的处理 有20吨 手后亦可以提升到50吨 现在供电 亦可以维持到 整个大埔污水处理厂的发电 剩余的电力 亦会以气体输送到公司 今天我们和大家走访完 大埔污水处理厨余回收先度计划 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想不到香港有这样的工地 每天为大家消化大量的厨余 甚至是转废为能为香港发电 大家想想 现在很多工厂区里面 例如做厂做食物厂 其实它真的有很多厨余 如果不太好处理 它们就把堆填区与掉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流程 可以将这些废物 一些厨余转化为能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事 这个厂的事业计划正是这样 它现在将这些厨余 再加上淤泥 加在一起 它们就可以发电 发多一点的电 去支援污水厂的电的需要 所以都是转发为能的一种 2020年度年度汉字选举又到了 你觉得哪个汉字最适合形容2020年呢? 快点击进来看看我们年度汉字选举网页 投选你心水的汉字 赢取丰富礼品 快点叫朋友一起来参加